今天新闻大家可能都看到空军一架千七战斗机在训练中失事 坠入湖北向阳一个机场附近 有民防受损,两个人受伤,一人遇难 飞行员跳伞成功 那么战斗机坠毁这种事情呢,在哪个国家都有发生 都是飞行员尽可能就避开市区坠毁 为此呢,前几年也损失了不少的飞行员 围绕这个飞行员跳伞时机的讨论呢,也都没少 毕竟玩几秒钟跳伞呢,飞行员自己也很难存活 那这次飞机坠毁之后死了一个群众,然后伤了两个人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去诟病飞行员了,也很不容易 那么再说回坠毁的这个尖七战斗机呢 这是一款很老的战斗机,在军迷界非常有名气 它是1961年从苏联米格21型战斗机引进之后改进的 我国当时命名它为尖七,后续的衍生型号非常多 就达到了15种之多,出口的型号一共就有52种 很多人呢,以为我们国家已经可能没有再列装这个飞机了 其实这款战斗机一直到2013年6月25号才停产 然后前后一共生产了1577架 前后有500多架外销到海外 那么另外中国空军呢,现在装备的这个尖七战斗机呢 还有240架左右正在服役当中 不过这些战斗机呢,就现在现役的 基本上都是本世纪服役的新机型 它主要是用于日常训练用 因为它的维护和使用成本非常低 那么海外的话呢,主要是在巴基斯坦 伊朗,尼罗利亚,斯里兰卡 还有缅甸这些国家呢,现在人在列装使用 尖七可以说是我国出口数量最多的战斗机 今天这期呢,我就借这个呢 就说说我国尖机器系列的前世精神 尖一就最开始这个系列尖一啊 应该说要叫尖教一 因为这个战斗机在我国是自行设计生产的第一款喷气式飞机 它不是喷气式战斗机 那么它是由沈阳飞机制造厂研制 研发时间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 首飞时间是1958年 那么这款飞机呢,只在机身上左侧配备了一门23毫米的航炮 实际上它没有什么足够的火力 只是作为教练机来设计的 而且当时这个中国刚刚成立啊 就人才齐缺,又是百废戴心 那么设计尖一的这个团队都是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 平均年龄是22岁 这款飞机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列装 它总共生产数量只有三架而已 但是它成功的研制呢 就实实在在的说 锻炼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航空设计人才 比如后来的航空专家叶正大 还有强武的攻击机的主管设计师陆孝鹏 还有千五甲的主任设计师图基达 这些人都是出自这个团队的 那么这个歼2、3、4 其实它并没有就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 这几个型号存在过 就网上有一些说法说 当时50年代我国曾经引进那个米格15战斗机 命名为歼2 然后米格9命名为歼3 米格15BIS命名为歼4 这种说法呢 它没有这个有利的证据支撑 也可能就是一些苏联战斗机 当时在国内的一个随意的编号 仅此而已 那其实呢 就是说在歼5之前 我国并没有正式的战斗机 有一种说法说 我国的战斗机是从歼5开始 真的意义上开始的 它寓意为从5到有 从5到有嘛 老一辈的谐音梗啊 那么这个歼5研制呢 是从1954年的10月开始 1956年的7月13号呢 全部采用中国自制零件的 第一架歼5完成总装 一开始它其实准备拿米格15来仿制 但是当时苏联方面认为 米格15已经落后 就建议直接从米格17开始仿制 那56年7月13日完成总装之后 就19日就首飞成功 装好了它才一周就首飞 就可以说明那时候心有多急 之后也才仅仅两个月 9月就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歼5的总共生产了1994架 歼5的这个战绩呢 当时主要是针对台湾空军 就是58年1月首次击落台湾高空侦察机 然后58年9月呢 双方大规模的发生一个空战 都互有伤亡 然后当时有一枚没有爆的空空导弹 就被送到苏联 随后苏联就仿制成了 那个K-13空空导弹 也是苏联第一款空空导弹 那么到了歼6呢 就是根据苏联时期的 那个米格19仿制的 歼6是60年投产 到了83年停产 它一共造了5205架 是我国空军列装数量 最多的一款战斗机 并且歼6在它服役期间 就一共击落过20架各型战斗机 但是从无一架歼6被击落 那么说到这里呢 可能各位观众朋友 可能会吐槽 怎么中国从歼5、6、7 一直都是仿制苏联产品 自己就没有半点研发能力 它其实这个有两层原因 一个是当时中国确实 它处在一个动荡之中 一方面就是那个朝鲜战争 还有台湾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就是后来那个文革 国家也是处在动荡当中 知识分子 它就得不到保护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当时稳定下来之后呢 依旧采取这个仿制为主的策略 就是这点其实我非常个人非常支持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就当时苏联美苏争霸的时候呢 那个苏联就完命的 就搞它中工业 它中工业非常发达 然后造船 造航母 造军舰 它包括发动机 都非常厉害 包括现在那个安225 还有那个离海怪兽 花伟哥这些就巨型飞行器 都是那个年代苏联搞出来的东西 但是它中工业发达归发达 它轻工业就很落后 它就最终就导致 这个苏联的老百姓啊 日子过得很苦 就包括现在 我就知道那个乌克兰的物价 它都是那个轻工业产品 比这个农产品非常贵 有一天我还看到说 一个小简刀都要卖100多块钱人民币 那么中国仿制这个道路呢 至少就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 你就成本少嘛 投入少成本少 而且你就不会去 大量的投入在那些很夸张的军工产业上面 这样呢就有那个精力和时间 还有这个资金用来发展民生经济 老百姓就过得更好一些 那么这个生活水平得以保障之后呢 现在我们经济就发展起来 这个科技进步之后 科技进步非常快 然后再反补过来 来研发这个军事方面提升就很快 那么很多这个国产的航空发动机 以前都不具备这个技术 都是最近十年就开始大量的突破 那个核心技术啊这些 那我接着要说这个歼八开始呢 就是不再是完全的仿制 因为往前都是直接拿人家产品 就仿制就得了 这个歼八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设计思路 歼八也开始就借鉴一些 西方国家当时的一些公益经验 不再是那个单纯的苏联风格 就可以说歼八是真正意义上 中国战斗机开始脱离 苏式样板的一个系列 那歼八从那个68年 其实就开始总装了 那当时经历了那个文革的动荡呢 前后又拖了十几年 就拖到了86年才真正定型 然后呢这个到了之后呢 歼九呢 它设计方案其实也是在64年 和歼八同时提出来 两者的主要区别 就是歼八采用的这个双发配置 歼九呢是单发 然后在这个气动布局上呢 歼九采用的就是和现在这个歼十 类似就五尾三角 就所谓的压抑布局嘛 但是当时歼九设计的时候 它提的那个标准非常高 加上那个当时文革动荡啊 拖到80年 它都一架原型机都没有造出来 因为标准太高了 达不到这个要求 然后最终就停止了这个计划 也就是说歼九其实它只有方案而无样机 那么到了歼十也就是我国航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首次就采用这个机身腹部竞技 就不再是像歼五歼六那些 机头竞技那个出移子那种很丑的造型 本身这个歼十呢 就在文革结束之后的82年才提出方案 98年首飞 这期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它人才储备技术 还有资金 还有眼界 它都得到了很多的提升 很大的保障 那么歼十也是中国跨过这个二代机 直接到三代机的首款战斗机 更要说的一点就是 原本中国航空发动机技术 它一直都没有很好的掌握 一直到了17年之后啊 这个中国自行研发成功 涡扇石适量推力发动机 然后换装这个涡扇石适量推力发动机的歼十 又加装了新的航电 还有雷达这些火控系统之后 就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性能 它甚至达到了三代半的标准 那么歼十一呢 则是就是苏二七的中国版 1996年12月当时俄罗斯授权之后生产的 之后呢 它也是升级了这个新的航电雷达 火控系统 它这个整体上呢 就逐渐的就超越了原版 那么歼十二十三十四呢 其实都没有列装过 十二是它当时做出来五家原型机 试验机 但是最终也放弃了这个产品 那么就到了歼十五 歼十五就是以苏三十三和歼十一的这个电子系统 结合起来就研发出来的 它是09年8月首飞 是我国的第一款舰载机 就目前咱们看到辽宁舰三中舰 它搭载的这个战斗机就是歼十五 相当于就是从歼十直接跨到了十五 那么歼十六的这个研制过程呢 目前是保密的 就外面基本上你查不到太多信息 它这个外观是比较接近苏三四MKK多用途战斗机的 实际上歼十六它也是一款多用途战斗机 它主要就是因为中国这个轰炸机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短板 一直长期都是那个轰六 然后还有那个轰七什么的 它就想搞一个多用途战斗机来弥补这个短板 这个歼十六的这个武器系统还有雷达 电子系统的所知现在都是比较先进比较新的 这个发动机也是就是装备前面说到的那个国产涡三十发动机 是2011年首飞 然后13年才正式对外公布 很多信息都现在查不到 只知道就是外形跟那个苏三四MKK很相似 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歼十七十八十九呢 都只在传说中又跨过这几个直接到了歼二十 就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战斗机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第四代战斗机 对标美国的就是这个F22 那么2011年的首次首飞测试 正式对外公布是在16年 到今年陈飞才正式宣布 说歼二十达到了所有四代机的标准 那么前面我也看到有资料说 就最开始的时候歼二十呢 受限于这个俄罗斯发动机呢 产量有限 此后也是就随着这个国产涡扇系列发动机 有所突破之后 一种说法是换装这个涡扇十C发动机 一种说法是用最新研发的这个重型发动机 就涡扇十五发动机 那么随之而来就是歼十产量就逐渐就提高了 那么在这个歼二十的基础上呢 又研发出了歼三十一 目前就基本上你查不到这个歼三十一更多的资料 只知道它比这个歼二十小一圈 性能上要略低一点 就外界推测 它性能低是可能作为高低配置和这个歼二十搭配使用 那么同时推测它有可能因为轻嘛 作为第二代航母舰载机来使用 就让航母战斗力大为提升 还有一种猜测呢 就是随着发动机技术的进步呢 歼三十一可能就装备这个更好发动机 就更轻更好的 这个推动比更高的发动机之后呢 它可能具备这个垂直短距 或者就短距起飞的这个能力 然后就可以把它搭配在像 零七五攻击舰这样的 这个两栖攻击舰上 然后瞬间就让攻击舰上面搭配的直升机 变成了这个歼三十一这种短距起飞的战斗机 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就变成了 升级成为了轻型航母 那么这一期呢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中国战斗机从无到有的这个发展 讲完呢是不太可能的 只能说一个简略的大概 随便哪一款战斗机 哪一款型号 真真真的讲起来 都有很多幕后的故事 都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 这里呢就只能说 给大家粗略的走马观花说一下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